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503集 晋升千夫长 白小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要知道在通天大陆 他看到的最多的炼灵法宝 就是炼灵十次的了 可眼下居然在这里看到了如此炼灵之宝 不对劲啊 莫非在蛮荒内藏着有关炼灵的秘密 白小春细思电转 下意识的感受了一下自己体内的那口硅文锅 偏偏如白林等人却没有丝毫意外 似乎对于这些炼魂师手中有如此炼灵法宝并不惊讶 反倒是墓中露出火热 在出手时更为犀利 那种欲夺宝之心格外明显 似乎这场战争对于这些军长以及万副长而言 除了获得战功外从这些炼魂师手中抢夺烈灵之宝 同样也是他们所期待的收获 这场战争再又持续了一个月后终于结束 满荒退兵 随着那些残存的土著以及魂修 还有那些炼魂师的远去 长城方面没有追击 毕竟这一战对长城来说损失也一样极大 陈鹤天与红尘女二人不分胜负 都有伤势 在彼此离去时 白小纯再次看清了那红尘女的模样 此女穿着赤红长袍 有着一头漆黑的长发 看起来竟很是年轻 相貌秀美 仿若绝世一般 甚至比陈漫瑶都要量力几分 最重要的是她的修为 使得她全身上下散出高贵之意 足以让看到的人怦然心动 而这一切对白小纯而言 她都不在意 此刻的她正愁着看着李鸿鸣 李鸿鸣依旧是千夫长 不过这一战的战功 使得她在千夫长中战功极度 小纯 你现在出名了 名气太大了 战争结束后的半个月 李鸿鸣在这一天上午 直接来到了公甲阁 看到白小纯后连连惊呼 根据密报 满货方面再次追加对你的通缉 你知道悬上的是什么 天手魂呢 虽然只是一份不知道什么属性的天手魂 可这价值太大了 要知道 若凑齐了金木水火土 这五星天手魂 那么就可以成就元英竞技 这种悬上的价值 只有排名进入蛮荒 必杀榜前十之人 才可拥有 恭喜你啊 小纯 你现在于必杀榜上 已经列位第十了 在你的前后 可都是元英秀士 你是前三十里 唯一的杰丹秀士 白魔就是蛮荒对你的称呼呀 李鸿鸣羡慕地看着白小纯 他知道这个消息后 赶紧来告知 可白小纯却听得心惊胆颤 一份天手魂作为宣伤 这白小纯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 心底咯噔一声 愁眉苦脸 他可以想象 蛮荒的那些土著以及魂修 以后若是看到自己 必定杀意更胜 李鸿鸣内心不禁有些感慨 看着白小纯 他回想当初白小纯刚来长城的一幕幕 那个时候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白小纯居然能在长城内外 获得如此声明 又还学一番 眼看白小纯似有些失魂落魄 李鸿鸣拍了拍白小纯的肩膀 这才离去 直至李鸿鸣走了 白小纯才坐在那里 长叹了一声 罢了罢了罢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惊艳绝伦的人 大不了以后不出长城了 在这里熬过十年 就可以回宗门了 白小纯安慰自己 这才从忐忑中平静了一些 可依旧还是略有紧张 他既担心蛮荒的魂羞 同时也担心五大军团的人 毕竟现在自己的脑袋这么值钱了 好在白小纯的担心没有持续多久 这场战争的风赏也宣告出来 有不少人因此战 从寻常军事升为十副长 乃至百副长 可白小纯这里是仅有的两个 从百副长中升为千副长之人 成为千副长后 除了公甲阁外 他还有了自己身为千副长的领区 在那里驻扎着属于他的 除了赵龙等百人外的九百修士 要知道 百副长与千副长之间 需要的战功海量 想要通过一场战争就成功谨升 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至于 另一个从百副长进升为千副长的家伙 此人在这长城上已镇守过百年 修伪也是近年刚突破到结丹大圆满 更是无数次拼命厮杀 积累至今 这才成功 就算是白小春这里击杀了不少魂修 击杀了一个大丘长 可战功上依旧还是不够 之所以能晋升成为千副长 最主要的是那巨魂丹与百丈丹炉 这一切使得他在战功上突飞蒙进 一举成为千副长 身为药师 独创了巨魂丹 可改变战争格局 创造了炸炉之宝 能影响战场巨别 本身又是战力惊人 击杀众多魂修 甚至还灭杀了一个大丘长 虽只是肉身堪比原因 不是真正的原因修士 可毕竟这不是一个寻常 捷当可以做到的 除此之外 更有上万修士被他所救 为其狂惹 还有莫大的名气轰动长城 同时更晋升为千副长 再加上蛮黄内 对五大军团的必杀榜上 他列为第十 这一笔笔荣耀 在这一刻叠加在一起后 形成的冲击 让整个长城震动的同时 也让其他四大军团的君主 对白小春这里的重视程度 骤然飙升 谁拥有了白小春 不但拥有了一位汉将 更是拥有了巨魂丹 以及炸炉 甚至还拥有了上万修士的 狂热忠心 名语力全部具备 如此一来 其他四大军团的君主 岂能不动心 于是在白小春 被封为千副长的 这一天黄昏 他所在的公甲阁外 顿时有一道长虹 呼啸而来 长虹内 是一个穿着黑色铠甲的老者 这老者身上 由阵阵黑气散出 与其头顶凝聚出一头猛虎的虚影 这猛虎双目赤色 似有妖气弥漫 看起来 射人心魄 老者修为更为不俗 已然是半步天人的境界 此刻走来时仿佛可以撼动这一方天地 使得公甲阁内所有修士都心神一阵 抬头看到后 齐齐败剑 败剑黑妖军君主 赵龙等人也都内心震动 赶紧败剑 白小春正在打坐 感受外面的威压后 走了出来 看到了天空上的这黑妖军君主 他与对方没有单独见过 只是在之前战场上曾看了几眼 内心诧异对方为何到来 白小春也是抱拳一败 那老者哈哈一笑 迈不接 直接到了白小春的前方 目中露出强烈的赞赏 白大师 加入我黑妖军吧 你在这里的一切待遇 只要到了我黑妖军 老夫立刻给你翻三倍 这个白小春一愣 他在这剥皮军内也很自在 暂时还没有要离去的打算 可这黑妖军的君主目光火热 似极为盼望自己能同意的样子 他迟疑了一下 正不知怎么开口时 突然的远处又有一道长虹 呼啸而来 人还没到 声音已然回荡四方 别挺她的 白大师 进入我七杀菌吧 只要你加入我七杀菌 给你十倍报仇的同时 我还保证你在蛮荒的这些年 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绝不会让你如之前那样 陷入险境中 随着声音回荡 一个穿着赤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刹那出现在了白小春的身边 微微一笑 这男子相貌俊美 笑容温和 看起来似没有什么脾气于架子 可白小春却记得在战场上 这位的杀气之中 除了白礼 无人能比 保我平安 白小春内心一动 立刻看向这七杀菌的中年男子 他之前正愁安慰呢 此刻听对方这么一说 立刻就有些动容了 一看白小春的神情 黑妖军的老者着急了 正要开口 可突然的一声冷哼 从天空降临 黑妖军与七杀菌 也未免太小气了 白大师 这种吝啬的军团 加入何用 来我图满军 不但给你二十倍报仇 同时还保证你的安全 且一营药草 只要你需要 立刻给你弄来 什么灵酿啊 胆药啊 一切修行所需 都给你 一声冷笑 从虚无回荡 第三道长虹 从天而降 落在地面上 露出一个魁梧的身影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